新郎布达德和新娘埃及底尔 原定9号举行婚礼 按照当地习俗 新娘的家人要在婚礼前一晚举行聚会 8号当晚 这场庆祝聚会就在埃及底尔家中的庭院举行 客人拍摄的视频显示 当时村民们正聚集在一起 欣赏当地的传统音乐 突然随着一阵剧烈晃动 现场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和混乱当中 四处都是尖叫声 周围完全被尘土所笼罩 经过几十秒的混乱之后 随着晃动减弱 人们开始高声呼救 寻找失散的亲友 新郎不达德说 索性这场聚会是在户外的庭院里举行的 除了一名男孩头部被飞石砸上外 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人员伤亡 不过 虽然这场聚会让大家死里逃生 但地震把村里的房子都给摧毁了 现在村里人只能露宿野外 后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现在我们整个人都没空 因为我们整个人都会自发生 我们整个人都不容易 我们整个人都会的 在那边世界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